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估计导论 我们来先讲一讲有关于估计的一些观念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何谓推论统计学 我们前面介绍了一个叫做叙述统计之外 推论统计学这个部分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我们想要从一个母体 因为一般来说母体我们的状况是不知道的 我们很希望知道的是母体的 比如说是集中的趋势或者是分散的趋势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它呢 母体很大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去普查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样本的统计量 利用样本的统计量 那它的观念就是一个抽样的分配的一个观念 去来推估母体的特性 在估计的这个技巧的上面来说 我们大略的话可以分成了两种这个统计学 两种 第一个叫做母数的统计学 这是parametric statistics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基本的假设母体是一个常态 或者是说我们的样本都是大样本的情况之下 我们比较习惯的用的是母数的统计学 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话是比较特别的 其实也不算是特别 它是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 母体的分配是不明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母体的这个基本的假设 或者是说它的样本非常的小 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个技巧 就是parametric statistics 就是用的是五母数的一个技巧 那么在后面我们将会介绍 那么主要我们估计的目的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有两大目的 第一个目的我们是做估计 我们想知道的是母体的特性 母体大概是多少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就是在做一个假设的检定 叫做hypothesis testing 这个地方我们在后面 将会有很多很多的类型的题目 都是要需要我们做假设的检定的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估计的方法 估计的方法大略来说的话 我们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是用点估计 点估计的话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想知道的是母体的平均数 那么我们蛮习惯的是什么呢 用样本的平均数去估计它 这个就是一个点的估计 那么它的数字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一般来说点估计的话呢 是比较基本而且但是它是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区间的估计 区间 我们叫它interval 区间估计的话跟点估计的差别是 它不是给我们 我们是估计它不是估计一个多少一个数值而已 我们可以估计的话呢 是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像是这样子 我们要跟人家约时间 约了下午五点 下午五点的话呢 是不是刚刚好五点整呢 那是一个点 那我们如果我们改一下 我们可以约在四点五十五分到五点零五分 这个是一个区间 那么区间的话呢 是给我们的一个范围 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是更加的客观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 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想要估计说 大学生零用钱大概花多少 花多少 我们要讲一个五千块 实在说 当然是很难去 难以去觉得很准的 那我们可以定一个方向 就是说 我们可能是介于 四千到七千之间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百分比啊 这是叫做 百分这是信赖的区间 这信赖水准 这个我们后面在 信赖区间的地方 我们会介绍 估计是 这个是一个统计量 我们要怎么样去估计 母体的状况呢 我们最好的话呢 是有以下四种 四种方式啊 能够符合他的一个 基本的条件的话呢 那是最好的 像是有关于 不偏性 不偏的估计量 如果说我们设计的 这个统计量的话呢 能够符合不偏性 有效性 一致性 以及充分性的话呢 这次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估计式 那至于说 里面的细节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母体的平均数 都是μ 我们是不清楚的 那么我们估计的话来说 我们可以用μ 怎么样去估计μ呢 我们用的 常常使用的是 比如说样本评 中位数好了 中位数也可以来去评估 这个母体的μ的一个状况 样本平均数也是 不过样本中位数的话呢 比较 没有像是样本平均数 这么常用 最主要的目的的话呢 是里面的 我们的条件 它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再说了 母体的话 离散的趋势 我们也是要很关心的 所以我们对于母体的 变异数的估计 也是非常的重视 那么母体的变异数 σ平方 它的估计的话 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样本的变异数 这个地方 s平方等于n-1 各位同学要注意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每一笔资料 这是我们的样本的平均数 它距离的平方 我们把它组合之后 除以一个n-1 要注意这有几笔资料呢 1到n 这个地方分母要注意哦 要n-1 那么至于说 为什么是n-1 我们在后面会证明 这个单元的话呢 是大概是介绍一些估计的 基本的一些观念 那么我们只要了解了 点估计的部分 有符合这四个条件 不偏性 有效性 一致性 以及充分性 那么我们在后面 将会一个一个的话呢 来作为解释 我们会对它做一个分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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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